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出生于辽宁省安山市秀岩满族自治县 918事变爆发 年仅十岁的于兰 被迫与家人辗转逃难 1937年 七七事变爆发 北平沦陷 为了摆脱亡国奴的命运 于兰决心离开北平 启程之前 他改名于兰 万里无云 走在蓝天下的大路上 怀着对革命的无限憧憬 17岁的于兰 穿越封锁县 步行几千公里 从北平来到革命圣地延安 他还记得 看到宝塔山的那一天 是1938年10月24日 1939年 于兰光荣地 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 于兰调入鲁迅艺术剧团 成为一名话剧演员 他的老师熊赛生 对他说 舞台就像是一个战场 上了舞台 就要有死在舞台上的决心 那时的于兰 虽然不太理解 但他始终牢记着这句话 作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补律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演员 于兰牢牢记住了 扑向火热的生活 这一艺术创作的铁路 在白衣战士 翠港红旗 龙须沟 林家铺子等影片中 成功塑造了一个又一个 生动的角色 1961年 他凭借剧情电影《革命家庭》 获得第二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 最佳女演员奖 并被评为 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之一 1961年 于兰偶然读到了小说 《红颜连载片段》 他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 感动之余 于兰产生了将红颜 搬上一幕的想法 为了写好剧本 于兰和导演水华 前往北戴河 重庆 成都 贵州等地采访 与红颜的作者 罗广斌 杨艺言和刘德斌 做了深入的交流 广泛 广泛接触了在斗争中 在斗争中幸存的共产党 回北京之后 光是整理出来的资料 就有二十万字 1963年 由红颜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开拍 于兰试掩江杰 从这一刻起 于兰与江杰变得密不可分 同样 憎恨日本侵略者 同样 被敌人抓过 坐过敌人的大牢 同样 怀着永远跟党走的坚定决心 相似的人生道路和经验 让于兰把江杰掩活了 《烈火中永生》 在1965年上映后轰动全国 江杰这一角色 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观众 无数人从江杰身上获得了鼓舞 1981年 于兰以花架之年 受命组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 并出任厂长 回忆起当年的情景 于兰说 得知这个消息是在六一前夕 刚好是我过六十岁生日的时候 按照现在的规定 六十岁应该退休了 但党和人民需要我去哪里 我就去哪里 没有半点犹豫 在于兰任厂长的十多年里 而影厂先后拍摄了 《少年彭德怀》 《斗寇年华》 《我的九月》等儿童电影 这些电影温暖和陪伴了一代又一代孩子的成长 2001年 80岁的于兰从儿童电影制片厂正式退休 退休后的于兰依然惦记着为儿童电影发声 多次呼吁相关部门应认真有效地推动儿童电影的发展 他说艺术品要为孩子服务 是要影响他们一生的 所以要努力拍好 而且要把好的影片送到学校 让孩子们看到 于兰的一生 与新中国电影牢牢联系在一起 塑造了许多光辉夺目的英雄人物形象 2009年 他荣获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荣誉奖 2019年获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 这一生 于兰用红心塑造人民英雄 用真情培育儿童视野 他做到了自己曾说的那样 活成了疆解的模样 一辈子对党和人民忠诚